在美国华盛顿州西亚图的国际机场 星期五晚上一名航空公司的员工 偷了一架飞机起飞之后 机场是暂时关闭 皮尔斯院治安官办公室在推特上说 一个29岁的机械师 在西亚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 驾驶地平线航空公司的Q-400飞机起飞 表演了几个特技 然后在普吉特南部的海创岛地坠位 飞机上没有乘客 控中交通管制员试图说服偷飞机的人降落 那个偷飞机的男子说 他猜想他只是一个破碎的人 有几个螺丝松动了 警长说当局出动了两架军用F-15战机 来追这架飞机 但是这些战斗机和罪机事件无关 根据警长办公室的说法 这次事件不是恐怖的事件 该办公室将该顾员称为自杀男子 地平线航空公司的总裁穆伦 在推特上被发布视频说 他们的心和飞机上那个人的家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